尤其六個鄉朝鄉村的中村行 一棟一棟的客戶都蓋在旁邊 在家鄉旁邊就是壓客 雖然一邊已經有做好花 但是另外一邊有崩潰的很兇 互賓總是很煩惱 後來若是剛到風太大後 是不是會造成危險 接著傳長跟民意代表的長情長後 官長在面前也親身來到現場考察 當時也表示 一定會趕緊來做改善 保護其民的生命財產安全 這棟這棟的客戶就在旁邊 而且旁邊就是壓客 雖然壓客一邊已經有做好花 但是另外一邊有崩潰的很兇 加上那是遇到大火大風時 甚至風太是最多的危險 上次那一年落大火 就是面前的山都放下來 稍微很大棟你知道嗎 都去棟來爬爬爬 都撞到的一頭都沾沾 整大層在那裡 那就是怕那10日而已 常常溜通水都吞了 那會說滷多 怕淹進去肚乾 그러니까 很危險嗎 這裡的確保 這也是有ертв出的過爆鍋 因為整個陣頭 就企業的半燃爬爬se 正傳行三十幾個郵市 經常有一條雅客 之手為破壞 農地 那是效果不做好 造成的災害是很可怕 在传统和民意代表的顶情之下 传统妈妈上安排 要跟传统感染 由管政府来扶植 非常感谢林先生 下代来看的时候 他一学他这样 初间穿 他在这个中村巷 这个鸭铁 没有做这个薄膏 所以流大水穹 酒桌都放下来 铁肉也一直流失去 真的很危险 管政府 我们轻也要轻来做 有我们这八成可以更放心 大到更安心 所以我们要请我们的水保科 就 快进室的来把它设计 来把它施工 不然流大后来 就烦恼说水不知道会冲着 所以我想这非常有必要 看到行政的进行之后 管政府马车都要出乎的灵丸 来进行发布设计改善 一定会够造成的等四十九公斤的合法 但又需要六十万的金费作用 希望来保护到基民的生命再生安全 今天您算差不多